大家好,这一期说一个枪霜一点的话题,戒子推的故事。 我第一次知道它的事迹是在东周列国电视剧里,割大腿肉给建国公尺。 这个行为非常让人值得怀疑,所以我当时就去查了一下,发现这个事件是假的,所以也没有在意。 前段时间在抖腰上刷到一个视频,太原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宣布某线就是割肉的发射地。 这就有点扯了。 所以我试着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梦梳理一下,证明为什么说这件事是假的。 从源头开始说,狂子生活的鲁国有一部编辑的史书叫《窗丘》。 狂子对窗丘进行了删减或者修定,就成了后世儒家的经典。 窗丘是江,四书五江的那个江。 传就是对经的解读和注释。 根据汉书易亡志的记载,《窗丘》有五传,分别是左传、光阳传、古梁传、邹式传和嘉式传。 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三传,左传、光阳传和古梁传。 现在也有人认为左传是独立的史书,和窗丘没有关系,那这就量说了,有点高伤,属于学术之战了。 总之,司马迁认为左传也是在解读窗丘。 那么为什么窗丘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呢? 因为孔子这个人,他数而不做,他光说不写,是弟子把他说的那些东西记载了下来,所以就会有不同的版本。 不同的版本通过各自的弟子一代一代往下传。 到墙统一以后,发生了一件大事,冯书、康主。 所以好多书的流传就装断了。 到了汉朝建立以后,废除了家书令,才又逐渐出现了。 陀江出现的书大概有三种来源。 第一,因为签过冯书,所以这些传人就把内容背了下来,到汉朝再墨写出来。 第二就是明间流传的版本,这部分要不然就是偷偷藏下来的。 要不然也是通过背诵的方式口口相传。 第三,孔子家壁中发现的古书,这属于考古发现,是当年偷偷埋藏起来的。 墨写出来的书是由汉朝的历书写的,这被称为江王将。 而孔子家壁中发现的这种,是用先称的文字写成的,被称为古王将。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江古王之章。 在西汉,江王将是主流,到端汉以后,古王将才逐渐崛起,取代了江王将的地位。 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肯定古王将更坚强于历史章实。 因为江王将中方间的流传装断了。 光阳传和古梁传就属于江王将,而左传就属于古王将。 也可以这样理解,江王将是汉朝才出现的,它的来源有时候说不清楚。 窗丘三传都是在解读窗丘,但是侧照点不一样。 光阳传和古梁传更多的是阐述窗的威业大义。 义就是义,就是应该做的事,而左传的侧照点是叙事。 比如创修是这样记载的,卢颖光元年夏五月正伯克暖于烟,就这么简单。 也简易甘,只有骨架没有血肉。 这篇文章我们都知道左传里面也有,比较详细,装选都演用过。 而古梁传里也有这篇文章,它不叙事,而是解释里面的意思。 课是什么意思呢?是战胜的意思。 为什么不用杀字呢? 怎么知道光书段是郑伯的弟弟呢? 既然是弟弟,为什么要称呼名字呢? 他就各种解释。 他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,光书段作为弟弟,不守本分和规矩, 而郑伯作为乡长,处乡及绿帝,把弟弟置于死地。 兄弟俩人都不咋地,都不义。 光阳传也是一样,你只要看一篇,就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意思了。 重点是义,而不是识。 我们接着说,董众书,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大成,也是儒学大师, 他就是治光阳传。 他认为国庄必须要学习创丘,治国也必须要依据创丘。 如果不这样,就会有杀庄王国的危险。 为什么不宣创丘后果会这么严重呢? 因为创丘里有那么多治乱相衰,王国灭种的例子, 可以总结经验,汲取教训,避免重蹈覆辙。 而且他还说,孔子为什么做创丘呢? 因为当时礼帮怨坏,焦慌正乱,制度刷案废, 奸惩大道,孔子的思想和野落不能实行。 于是,孔子就做了创丘,给后人提个想,以待后上。 等后世出现明君了,再刚据创丘来治国,行王道。 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, 说孔子做创丘啊,就是为了给汉朝立法。 我们站在皇帝的角度来说,道家不能用,法家名声不好, 只有儒家一个选择,而儒家刚好迎合了皇帝的需求, 改造了自己,双方一拍即合,霸出了白家,独装了儒书。 但此时的儒已经变致了,历史学家都说是外儒内法,儒法合溜了。 其实不光儒法合溜了,把阴阳家也合了进来, 偏而感应,这明显是阴阳家的学说, 孔子都不说鬼神,敬鬼神而远之。 但是表面上还是儒家,而儒家的政治理念是王道, 他老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,比如二十四孝故事, 大部分的来源都是稀罕。 此时儒学成了官学,经文学又是主流, 儒家的理想是德智教化, 所以才出现了一些离奇的故事记载。 重点是学要孝道,正不正实不关键,关键是义。 铺垫完了,总结一下, 从历史角度来看,古王经更尖尖于历史证实, 二,独装儒术的儒以姜王学为主,而姜王学重义不重实。 有了这个前提,大家就能知道戒子推这个事有多不正实了。 戒子推割肉这件事也是汉朝才出现的, 和这时候重义的风尚有非常大的关系。 左传和司马前的史记都没有记载, 最早记载的是《韩诗外传》, 作者叫韩英, 王景时期的博士, 姜王,姜学家。 所以你觉得这可行吗? 把戒子推和韩诗节联系起来, 也是西汉晚期才出现的。 左传里面还正有戒子推这个人, 叫戒子推, 知识诸词, 所以这个人的真实名字叫戒推, 他跟着剑文光一块留往, 后来剑文光乱光行少, 戒子推不言录, 和他母亲隐居到死。 剑文光找不到他, 就把棉上的铁地分给戒子推, 作为祭祀他的费用。 没有割肉, 也没有放火烧山。 所以装和起来, 割肉这件事肯定是假的。